EK12042L是一款电池驱动式液压动力压接钳 是克劳克充电式工具的主力机型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此把工具 首先插入电池 插入电池后工具将自剪当前状态 并通过LED显示 若一切OK LED将闪烁两下并熄灭 若存在故障 比如电池低电压 传感器故障或保养服务周期到期 都会通过此LED显示 克劳克新款的充电式工具具有IPS功能 所谓IPS就是智能压力控制系统 当按下开关 活塞会前进 按下泄压 活塞会退回 所有压接信息 都会由内置的智能芯片记录下来 每次合格的压接完成后 活塞都会自动退回 当压力没有到达设定值而因故障退回时 IPS会及时做出回应 并通过LED及分明器提醒操作者 例如此时 若按下泄压按钮 IPS系统将会发出警报 提醒操作者 此次压接是不合格的 通过IPS系统 克劳克从根本上杜绝了由于压接力不足而引起的压接隐患 克劳克还会根据使用者的操作习惯 对工具及时进行改进 以适应操作者 由于克劳克工具压接完成后 活塞会自动退回 但是在需要连续压接的场合 如压接中间接续套管 老款工具需等待活塞完全复位后 才能进行二次压接 比较浪费时间 克劳克的技术工程师 开发出了ARS和MIS功能 可以让操作者 在任意位置停止退回的活塞 调整压接位置后 快速进行再次压接 比如此时 若需将活塞定位 只需再次按下开关 或者也可以压接时 长按按钮不放 工具将会自动退回至固定位置 此时只需调整压接位置 即可进行再次压接 AIS和MIS大大的节省了工作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减少电池及马达损耗 压接时 若压接角度不合适 可以360度旋转C型头 以满足压接位置的要求 像这样 克劳克在工具内 内置了一个高亮度的LED照明灯 可以在光源不足的环境下 照亮压接区域 按下开关的同时 LED将会自动点亮 符合人体功能学设计的手柄 可以让操作者很好的把握住重心 双材料的手柄设计 可以在牢户掌握的同时 又不易滑落 克劳克最新款的充电式工具 全部采用锂电池供电 锂电池最大的优点在于 克服了记忆效应 不需要等待电量完全用完后 再次充电 可以随用随冲 克劳克选用的是知名电池品牌 木田生产的锂电池 18V的锂电池 相比老款12V的涅氢电池 在同等的电量下 重量可以减轻40% 同时更高的电压输出 确保马达在大负载下 也能平稳工作 受益于木田在锂电池领域的 杰出表现 充满这样一块3A时的电池 只需短短22分钟 EK1204L粗粒达到12吨 C型开口达到42毫米 最大能够压接达到400平方毫米的端子 只需不到10秒 即可完成一次压接 不到10秒 充满一次电 可以压接超过100个端子 C型的开口 又可以很方便的放入端子进行压接 头部360度旋转 可以满足不同角度的压接 一键式的操作配合IPS系统 极大的方便的操作者 尤其是在高空作业 极大的防止了误操作和不良压接 当然 实际使用中 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条 插入电池后 请观察LED状态 如果发生报警 请排查故障 切勿使用电池后 切勿带并上岗 以避免更大的损坏 第二 由于工具处理较大 切勿无膜空压 像这样 没有模具的空压 是严格禁止的 请使用正确的压膜 进行压接 同时 请保证 端子处于压膜的膜口内 再进行压接操作 当出现工具损坏时 请联系克劳克授权的维修中心 请勿自行拆卸工具 以避免二次损坏 或发生安全事故 克劳克是您工作的好伙伴 选择克劳克 令您事半功倍